要离开中京了 今天的目的地是长岡 我们要去看今天晚上的长岡花火大会 日本最厉害的花火大会 今年七十周年 就去看看会是什么样 你拍我就是说可怜 还有背后还有脖子 没手拍了 在里面都搬着东西拍不了 我们稍微有点晚了 有点赶 你买了几个 我就是说没有买 我是看包饼 我买了两个 这是一个小三明治 这是一个鸡肉 现在到了新泄 但是我的雨伞拉在了车上 这是新泄走出这家站的风景 我现在在新泄 今天中午十一点多 从东京做了一个新干县到新泄 我们一会儿就要去长岡 但我们先要到新泄 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计划是住在这边 然后从这里去那边看 好像是说如果你在长岡那边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好住的地方 或者是很贵或者人很多等等的 刚才出了一点状况 但是非常赶 但是我也去买两个啤酒非常赶 但是还是坐这个车到达了长岡 也就是这次非常厉害的花火大会的举办地 厉害的花火大会的七十周年 这一段其实就是从长岡的新干县的车站 走到他们的河边 因为花火大会是在河边 就走这一段要走 走得慢的话可能要走三十分钟 但是其实路上风很大 而且只要跟着人群往前走就可以了 也不至于会找不到方向什么的 对 路边有很多小吃什么的 大家可以在这边逛啊 买点东西吃什么的 比较休闲 他下班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些人是买当日的票 有没有可能说你来这不买票就看上 就在外围的 就是远一点 对 感觉他们已经是第三十年来看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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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吃得很好 吃得很好 吃得很快 吃得很快 这是河岸边 现在要去我们的位置 很厉害 很厉害 我觉得到这里是真的有一点 期待的感觉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广阔的会社 对 对 因为前面无非就是很多人嘛 还有海报啊 这些都是看过的 但上面的景象是没看过的 这些位置就是大家看的地方 更远的那边是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 电视台 这些是展位是吧 就是bench位 bench 好 下面这个区域 这种可以看到一块块板的就是我们的区域 相信大家能从画面上看出来现在是比较晒的 确实是比较晒 而且现在还有两个小时才日落 大家可以看这个板啊 这个板 就是按这个板来定位子 然后一块板它的尺寸什么的 网站上都有的 你就可以去 根据这个去规划 你有多少人需要定多少块啊 连在一起什么的 都是这个人定的 全程 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在这里 你看搭了桌子放着吃的东西 吃吃喝喝 虽然现在是有点晒 但是感觉大家可以这样一直等到开始放花火 然后再继续吃吃喝喝 河凯已经被吹到头后面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spot 到了 要脱鞋 现在是当地时间六点 烟花开始放十七点钟 所以就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在这边坐了可能快一个小时吧 现场的人越来越多 看就不管是下面的这个 比较好的座位啊 还是上面这种所谓的 适合散客的座位 都越来越满了 首先就是现在这里有个桥 然后那边也有个桥 在那儿 在那儿 这个桥之间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位置 我来到这里坐了十多分钟以后 到现在就觉得体感特别的舒适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的风很大 就是一个很开阔的地方 风很大 大家可以看看我旁边和身后这些 我不去拍这个大家在干嘛了 这个有点隐私 大家就看一下整体的这种状况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拍那个花火绽放的那个场景 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效果不会很好 拍出来效果肯定比现场 比那些在上面那些专业的设备拍下来 会差非常多倍 所以我就不着重去表现那个了 而相对的是说 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下 来参加这样一次活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拉机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空格子 其实还有还没到啊 有些人 拍了吗小孩儿 跳rel 跳 amen 跳 哎 没有 这些都是大家在拍摄的屏幕 我看这个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应该要用眼睛去看 但是 很难不拍了 现代人真的很难不拍了 这个花花大会最厉害的一个传统节目叫做 不死鸟 以前这是一个压轴的节目 但现在因为有很多人赶不上回家的车 所以他们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 把他提到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看一下那个 感受一下吧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是想伴的 之后你教我的 你也想告诉我 好的 这个 是想要 它就想要 这就是想要 这就是想要 我们就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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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